回到國內焦點 來看到臺鐵408次太魯閣列車 造成了49人死亡 還有兩百多個人受傷 這一起重大事故案件 讓包商李逸祥 還有移工華文豪 第一時間就被羈押 華聯地方法院昨天裁定 被告李逸祥新臺幣60萬元交保 華文豪停押責負 而檢察官昨天也提出了抗狗 臺鐵第408次太魯閣列車重大事故 案 被告李逸祥移工華文豪 在今年4月被羈押 並在7月21及9月21號延長羈押 華聯地方法院表示 相關證人都已經交互結問完畢 目前訴訟進度 確保後續審理等程序順利進行 應該沒有繼續羈押的必要 參著兩人經濟能力犯罪情節 造成的法律侵害大小 分擔犯罪實行角色地位等因素 裁定李逸祥60萬元交保 華文豪責負良性受責負人 兩個人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個月 華聯地檢署檢察官則在26號提出抗告 認為被告李逸祥只是以60萬元的 低額聚保金替代積壓 不足以擔保被告兩個人 將來如實面對司法審判以及刑罰的執行 而且與犯罪情節規模以及所造成的損害不相當 不符比例原則 依法提起抗告 記者林欣怡 謝震寧 殺眼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記者林欣怡 記者林欣怡